哈囉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Viu的編長網站,真是從地道50階級帽 那今天呢,來安國分享Transfront and Returns的這款Deluxe Class的Mindwipe 也就是編長坦珍希頭這款D級別的蝙蝠膜 那台灣這次給大家一個中名名是叫做這裡喔 編魔,OK 那在電影第二集Revenge of the Fallen的時候呢 就2009年嘛 當時有推出一款就是這個 嗯,Voyage Class的Mindwipe 一樣是叫Mindwipe 這兩個傢伙的話是同一個角色 這個玩具的話我非常喜歡喔,對 那可是因為,呃 當初啦,Mindwipe被翻譯叫 那這次的話翻譯叫編魔 其實都可以啦,你要去編扶魔也行 那這個扶魔的話呢,我以前已經分享過了 對,早期,比較早期的節目有分享過 這個玩具的話呢 我其實蠻喜歡的 對,那可惜就是說 這個角色並沒有在電影當中出現 對,比較 比較可惜一點吧 他長得其實還蠻帥,不管是人形態還是飛機形態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之 嗯,神器,帥氣,邪惡的一個角色啦 好,那因為很久沒有錄影片了 對,所以我們先來和各位聊聊 那,我們先把這個玩具拿到旁邊去好了 那,前一陣子的話呢 就斷烤嘛 然後我們有比賽 所以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可以 和各位錄影片 對,但還是會有一些空閒的時間 可是不足以讓我去錄一部影片 這樣,因為時間實在是花太長了 所以,沒有那個 有多的時間,可是沒有多那麼多的時間 所以沒有辦法和各位來分享一些玩具 或者是講一些事情 那,在這段時間內呢 我去 嗯,稍微 又把我的攝影棚遷移了一下 對,目前的話呢 我們現在的這個攝影棚 後面看到的這一片黑 對,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現在是把它封在 我房間的一面窗戶上 對,就把它用那種 類似別針的那種 會別在我的窗戶上 那,因為我窗簾幾乎 基本上沒有在拉開的啦 所以 因為我的窗簾是有點透光 所以 基本上不拉開 我 我這個房間 潮的方向 就已經很亮了 所以 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拉開窗簾 對 那,也不太會去拉 所以就乾脆就直接給它 就蓋住了 反正也沒差 而且這樣一來的話呢 雖然我房間沒有變大 可是視覺效果上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進到房間會 欸 感覺好像有特別大一點 因為所有的櫃子呢 都會 靠牆 就比較不會像 以前那樣 就是一個大桌子 擋在 打開房間 正中央一個大桌子 就 比較 會感覺空間比較小一點 活動範圍比較小 那 因為基本上有些朋友 來我們家的時候呢 不管你是不是來錄影片啦 如果你是來玩也行 反正就是大部分人 都會擠到我房間裡 所以我房間當時的話 大概十個人就是 已經塞爆了 就是大概沒辦法動 如果你大概來個十 大概十十一個人 就已經塞爆 你已經沒有活動空間 可以去移動了 所以 就想說來換個位置這樣 然後 後面本來兩個大櫃子 怎麼就搬到樓上 反正現在這邊的話 也不需要櫃子 在後面 就直接黏在牆壁上了 那這片的話 一樣都是我的桌子 桌面 對 好那 接下來的話呢 就會 稍微 可以 比較快更新一下影片 就不會像 前一陣子那樣幾乎沒在更新了 對 好那 當然還是因為 現在的話 學生時代嘛 然後 還是會有功課的 所以 現在也不是說放什麼 長假怎麼樣 所以還是有 定量的功課 定量的考試 只是說壓力比較不會 不會那麼大了 對 前一陣子比賽 又加上考試 那還好我們這次的話 試賽 有就 一樣雙料冠軍 這是正常啦 如果輸了就是丟臉嘛 所以一樣就是 特有第一特有第一張 好 那廢話到這邊吧 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這個玩具的話 現在太很珍惜耶 講到太很珍惜了耶 第三波的東西 其實已經流入市面很久了 對 散貨的話已經 有一陣子了吧 那時候沒有買 那目前的話 現在大概 Legion Class的玩具 就三個嘛 大黃蜂 反蟲 就那隻蝗蟲了 還有那個鯊魚精 都已經出來了 然後 一直是現在 往上面大概三百八十幾塊吧 最便宜啦 然後 大黃蜂是很多 反蟲跟鯊魚精比較難找一點 然後 Legion Class跟 Volge Class 也全新現貨都有了 對 那 Volge Class大概在九百多塊錢 然後 Legion Class大概在一千六一千七左右 Legion Class就是那個六面獸 非常帥氣 對 那 目前我都還沒定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是說 為什麼 目前啦 在台灣的網開上面 比較難看到 就是這次第三波玩具 DELUX的玩具 對 就四個嘛 那個 洛迪文雙頭龍 還有 板機跟 那個 呃 我忘了它的名字 那個叫 奪路 有點忘了 好 那四支的話呢 之前有在網路上面看到全新現貨 可是 過沒多久 馬上就去貨了 然後再也就沒看到了 所以我這次的話呢 就試著訂了散貨 對 散貨是有比較便宜一點啦 然後沒有 和沒有書 就是 應該也還好啦 對 看一些老外的影片 或者是自己研究 或者是看一些 對岸的一些朋友的一些 影片 這樣其實已經 應該都還OK啦 我看他們很久以前 也沒有到很久以前啦 就一陣子之前 其實就已經 有人在YouTube上面分享 第三波 才很珍惜的玩具了 嗯 是相當的期待 好啦 那這次的話 閃貨我已經有訂了 DELUX的玩具 那我沒有訂奪路 對 因為奪路的話 是郭文那個模具 那我是想說 嗯 應該就沒有什麼值得 特別想要去買 買了一個動力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就 Volge Class的話 有出Megatron 跟Atmos Prime 那 OP的話就是 毒氣彈的一個 重突版啦 因為OP先出嘛 之後應該就會 推出毒氣彈了 然後密卡登的話 看似好像是 閃電的模具吧 我是不知道之後 會不會推出閃電啦 那反正就 嗯 再期待看看吧 那之後的話 閃貨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應該就會到我手上了 對 那之後再和各位來分享一下 閃貨的部分 其實我也不知道 閃貨這次的一個 品質怎麼樣 所以就 照時候再說吧 嗯 價錢的話呢 當然是 將近要半價了 就是 如果你買 全新正版發售的話 幾乎散貨都是要半價的 可是但 我知道散貨的話呢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 一些品管上啊 嗯 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 不太好的地方 可是應該也不會至於到說 非常差 所以 我們就買買看 因為我沒有買過散貨的東西 對 好 我們首先 先在分享玩具本體之前 先來和各位看一下 它的外包裝盒吧 好 那正面的話呢 就是如各位所看到 就是這樣 那後面的話呢 這個插圖 這個吊款上的插圖 是非常漂亮 非常帥氣的 它的一個背景就很像 嗯 就是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 應該是 接近晚上吧 班晚那個時候的一個感覺吧 就是一隻蝙蝠要飛出來的感覺 對 這個臉的話呢 畫的跟 就是 實際的一個 圖片是 實際的玩具本體是 有點相差 有點落差的 那跟日版可能會比較接近一點 這個插圖的部分 人物卡的話呢 因為它是黏在吊卡上 那我也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打算去把它撕下來了 因為就 封在裡面其實應該也還好 我沒有特別想要那個 人物卡的部分 對 那就當成一個保護膜吧 因為它這個插圖的話 其實跟這個吊卡上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說 所以我想要去把它給拿出來 Tight Dance Return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的話是 Walwraith吧 就是它的一個 我不知道我翻譯有沒有對啦 反正就是它的一個 頭影戰車的部分 Mindwipe Deceticonic Logo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 它的一個 蝙蝠形態下的一個 插圖在這邊 不是插圖啦 這個實體圖在這邊 那有點折道了 最近的話比較少錄影片 所以 講話的話是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最近講話有點卡就是了 不管是在生活上 還是在 錄影片上 其實都有點小卡這樣 好啦 那就先 盡情見諒一下吧 對 那這邊的話有它的一個 插圖一樣這個插圖 Tight Dance Return 大概正面就是這樣 那下面的話沒什麼好看的 背面來看一下 Mindwipe Walwraith 然後它的一個 人心態跟 蝙蝠形態下的一個 圖片 然後 這個頭影戰士可以作用 它的一個 胸口這一帶的一個 類似駕駛艙的一個東西吧 這應該是機械蝙蝠啦 然後16個步驟可以變形完成 頭的話 一個步驟可以變形成 頭領戰士 那 我是覺得說 不知道為什麼啦 這個 就只有第一波的 玩具 好像就 目前啦 得知的消息好像 就第一波的玩具有塗一些 塗裝在一個 小人的正面 我看 第二波第三波之後 幾波好像都是 都沒有 沒有特別塗這個小人 我是覺得說 頭領戰士 這個 泰坦之戰系列 它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這顆頭 為什麼不給它做一些 比較精細的 刻畫或者是塗裝 刻畫就算了啦 塗裝 至少給它塗個臉 塗個胸口 這個 就 幾乎是整個塑膠的顏色 比較 比較可惜 我想說 泰坦之戰系的重點就是 放在它的一個小頭領戰士 你居然不給它做任何的一些 精緻化的一些東西 對 就比較可惜一點 那這邊就是一些廣告 有的沒有的 各等級的其他產品的一些廣告 警告及就是上的一個貼紙 Hasbro在這邊 大概就是這樣 它的一個盒子的部分 就是如此了 嗯 當初我在開箱的時候 就是開箱 嗯 第二波太遠之戰系的四個deluxe的玩具的時候 我那時候 最期待的其實 並不是這一款 對 我當初 拿到手的時候 因為我什麼都還沒有玩過 然後也沒有看一些老外的一些 影片 所以 不太了解這四款玩具 對 那當初給 最期待的一個 產品的話 應該是國文 對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期待的就是這個 hybrow 然後這兩個的話放比較後面 可是經過長久把玩之後呢 其實我算是分享比較慢一點的 我看大部分台灣這邊的一些影片上傳的 基本上這四個 不一定是四個都全分享了 可是至少都一定有分享 呃第二波的玩具了 那我的話應該算是很慢的 對 那 就因為比較少時間可以錄影片吧 這個 就前一陣子比賽 各位應該 嗯 之前有提過 所以 沒什麼時間錄 想錄 一錄下去就好 將近一個小時了吧 那 也沒有 也沒有那麼久了 因為前面還有一些準備工作 對 還要再稍微 其實現在的玩具也不太需要 在錄影片之前先變啦 其實就 直接放上去 然後就開始錄了 對 所以就沒有 沒有什麼需要去準備的啦 其實就 稍微在房間裡面摸一下 摸一下東西 有的沒有的 然後 再開始錄的話 大概整個流程之後 將近快一個小時吧 所以還是蠻好時間的 雖然不是一整個小時都 都在錄影片就是了 好 那 講到這邊 剛剛 當初我是給評價 應該是這個第一名 就 期待的 指數 要這樣講嗎 就這個第一名 第二第三第四 那現在剛好反過來 也沒有到完全反過來啦 我經過把玩之後呢 我給最好的一個 玩具是 我認為這次 第 不是這次了 就 第二波 它很真鞋的玩具 我覺得最推薦 最推薦各位買的是Mindwipe 那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個人狼會更勝於 更勝於這個編魔 可是我個人的話 因為比較偏愛紫色 我對黃色比較反感 所以 我知道這個魔具很好 不管是獸型態 人型態 可動方面都很好 可是這個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黃色 所以真的也沒辦法 那這個的話 我給第一 人狼跟 高點 還有這個 框頂 光頂的話 其實我覺得說 差不了多少 那因為郭文的話 已經算是一個 改模的玩具 所以也沒什麼好期待 然後 高點的話 可能會稍微再弱一點 因為它的一個人型態 實在是 還有可動方面實在是 一點點點 所以沒有辦法 達到非常非常 不錯的一個成績就是了 可是它的一個 直升機型態 實在是摔到爆表 所以這個 評估起來 我覺得這三款的話 這個人狼可能會再好一點 照理來說 這個人狼這個模式 應該我會覺得最讚 可是因為它這個黃色 讓它扣 就對我來說 扣比較多分啦 所以 就覺得最突出的 還是這個Mindwipe 對 如果這個的話 改了顏色 其實我比較喜歡就是了 那其實因為人狼這個角色 我其實也不太認識 所以就算它顏色不是黃色 其實我覺得也還OK吧 好啦 Mindwipe 大概這個 前面的廢話 就廢話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玩具本體的部分 已經貼上了 W2的細節強化貼紙了 貼上貼紙之後呢 當然是相當的帥氣 本來就已經很帥氣了 接上貼紙之後 是更加的一個 帥氣 OK 好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 頭雕的部分 頭雕的話呢 我是感覺有點老 就感覺像那種中年大叔 的風格吧 是覺得說 沒有到非常帥氣啦 我是不太了解說 Mindwipe在G1裡頭 它的一個表現是怎麼樣子的 對我對一些獸型的角色 其實是比較不認識 比較陌生一點的 可是 至少還是有聽過就是了 好 頭的話呢 我們把它給拔下來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比較可惜啊 這個其實頭也沒什麼好看的 因為也沒有任何的塗裝 這一點的話 因為它沒有塗裝 所以會導致於說 各位想要看清楚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對 這個頭後面一樣是背著一顆頭 我們還是稍微 盡量對焦一下 給各位看好了 OK這顆頭我們把它給安插回去 貼紙貼哪裡 各位所看到的一些 紅色線條 通通都是它的一個貼紙的部分 貼上去真的是非常非常帥氣啦 第二波的一個貼紙 沒有像第一波那樣 那麼的閃亮 對 那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OK 那貼紙的話當然是更加的多 OK更加的細 這點也是 我不知道該說是好事還壞事吧 武器的部分的話 一把槍 一個這個應該是類似爪子 爪炮吧 這個的話是爪子 這邊的話是跑 你把爪子收起來就可以當成一個 很機型的雙管槍 OK 那這個槍的話也是可以就 結合在一起就是了 可是這個實在是 當然它可以結合到底啦 可是我是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太 太無言的一個 結合方式 所以還是算了 那你給它握上去的話 可能會覺得這個爪套 太 太扁 然後太長 可是如果你給它扣到旁邊去的話 你又會覺得說 因為它這個地方洞沒有做那麼深 所以你會覺得說 它這個地方中間分隔那麼開 會覺得比較不搭 對 那就只有某些角度是能看 像這樣 你稍微遮掩一下它這個地方的一個 就是這個縫隙其實就還蠻帥 其實這個爪子的話 我是覺得說蠻好看 可是就是你不能讓它用側子看 會覺得有點畸形就是了 所以這個武器算是 這個地方的話 我如果它這個洞再打深一點 可能會更加的一個 嗯 理想一點吧 槍的話 紫色沒有任何的一個塗裝 細節扣畫的話 算是普普通通啦 這個爪子的話 造型設計 我是覺得說這一面非常好看 這個紅色的話呢 比較鮮艷的紅色是它的一個貼紙的部分 好 可動方面給各位看一下 頭一樣就是這個 頭的可動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螺絲 這一塊的話可以動 肩膀的話你可以考慮 就是看它你要上下台都可以 你要把它肩膀變高一點窄一點 或者是變低一點寬一點 都是行的通的 然後這邊球型關節 二頭肌可以轉動 周部彎曲的話有兩個關節 嗯還不錯啦 可是這邊的話 如果你整個折散會覺得這邊有點 就是 分開來的會比較奇怪 所以不要折太上面就行了 OK 那兩個帽丁在這邊 手腕的話是不能轉動 這塊可以鎖進來 就是變形的一個關係啦 腰部的話呢 轉動基本上也是OK的 帽丁在這邊 側踢前踢後踢 基本上沒有問題 膝蓋彎曲的話 大概是這樣 最大的一個幅度就折到這邊了 那因為它的一個腳實在是太 大 就小腿太大太肥 然後大腿幾乎是沒有了 對 就只有髒關節這邊轉到大腿 所以基本上它是沒有辦法跪起來 就 是可以跪啦 可是就是跪的感覺很奇怪 因為感覺這個就 看不太大畫的一個大腿的部分 就感覺像 變成一個小愛人那種 那種感覺 有沒有 就蠻畸形的 它這個腳 那腳的話呢 因為這裡面它的一個設計 它是不能讓你完全去 合攏的 對 在幾頭之間應該就會斷掉了 所以關節會斷掉了 這個地方的話 它不合攏是因為它這個腳 其實它有做一個斜度 那因為如果你腳完全合攏 其實就算它這個地方有打開 就是它這個地方沒有這一片擋住的話 你整個合起來它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貼合 因為它這個腳這邊的關係 造型限制到 那所以它就乾脆就直接給你 不要讓你完全合併到底了 對 腳板的話這邊可以動 這個是變形所需啦 後面這邊的話有算是兩個點啦 這也算支撐點吧 OK 那就稍微給它這樣站著就行了 站立型的話 還算可以吧 OK 後面的話這邊有一個 蝙蝠的一個頭 翅膀的話是軟膠件 頭也是軟膠件 不是機器人的頭啦 這個蝙蝠的頭也是軟膠件 這個翅膀的話可以任意調整 你要把它稍微調下面一點也是行 但是這樣是非常 非常畸形的一個造型就是了 不能往上調 軟膠的話呢 這個要注意一下 小心 如果沒有擺好 或者是沒有收納好的話 容易變形就是了 但你用吹用力吹吹 其實就OK了 對 那只是說 跟各位講一下這個地方是軟膠件 所以在把玩上 應該不是講把玩上 就收納上的話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 就是 小心一點不要讓它去 跟其他玩具碰撞到 或長期折凹這樣 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折太久也不一定 搬得回來原本的一個樣子 然後所以 在這邊和各位做一個小提醒 OK 這邊的話有一個 SATGUN的LOGO印的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然後這個地方 抓子 抓子 OK這個地方是可以動的 砲管的話是有引起的一個塗裝 沒有子彈 對現在的 DELUX的玩具 基本上應該就是沒有子彈了 以前 早期電影7的話 DELUX的玩具 還有可能有子彈 對 現在的話是 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個 狀態 對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先講一下 這個背後的話 背包啦 其實這個頭是來的一個背包 可是其實 不會到說非常 直擊型 你要這樣放也OK啦 然後是比較習慣放下來就是了 都還不錯啦 這個地方的話 你不會覺得說特別奇怪 也不會覺得特別突兀 他就變成一隻獸型嘛 蝙蝠型態 蝙蝠型態 所以 這個是OK 我是可以接受的 後面這邊的話 雖然裡面有洞 可是他有用這個翅膀的 這兩片小片的補起來 就盡量 嗯 彌補他的一個空洞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來看各位示範他的一個變形過程吧 好 我們首先先將他的一個頭部拔掉 OK 頭部拔掉之後呢 首先 這個 首先打平 對 手先打平 然後 手掌收進來 之後呢 我們把他這個 手應該不用打平啦 可是這樣你比較好收納 手腕 手掌 這個收納關節就是讓你折上來 可是現在還不用折 因為他這個地方 這一帶關節 等一下還要轉動 所以我們先變他的一個腳的部分 腳的話這邊 這片 最小片的是軟膠件 其他都是塑膠的 OK 然後我們把這個攤開來 我們這邊可以讓他一個片 一片翅膀 對 好 攤開來之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他整個給他攤開來 攤到最大之後 這個腳板 收進去 OK 收進去之後呢 我們要將他的一顆這個頭 這顆頭 放上來 OK 放上來這邊有洞 就對應上面這個凸 扣上 OK 扣上之後我們把他的 這個手 先移下來 手先移下來 這邊 這個 螺絲的關節移下來之後 腳 這個地方的話它是他的一個腳掌 然後這裡是正面 如果看到這片腹部的這個駕駛艙 就知道這邊是正面 所以我們要把他的腳掌轉過來 但是不是整個球型關節轉 是他這個 原本基線二猴肌的這個關節轉 然後這個地方再折上來 轉 折上來 OK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再來把他的翅膀折到後面取貼瓶 折到後面取貼瓶 我們可以非常密閒的看到這邊有兩個 軟膠件上有兩個洞 這邊的話 兩個凸這邊有兩個洞 就讓他這樣擠進來 OK 將他給擠上來 最後最後呢 這個基本上就大致上變形完成了 最後就是把他這個 不是這個頭 武器的部分呢 爪子收進去之後 這裡 槍扣上去 OK 變成一把大槍 這將會形成他一個尾巴的部分 然後這個握把轉上去之後 後面這個地方 有個洞 在他屁股上就把這個洞插進去 OK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 鞭 浮膜 浮膜 鞭膜 就 大功告成啦 好 再來 蝙蝠膜 蝙蝠膜 Mindwipe 他的一個蝙蝠狀態下 我是覺得是非常正點的 對 非常之帥氣 也非常可愛啦 那他的一個翅膀是可以這樣摺進來 沒有錯 我們給各位示範到了 他是可以這樣摺進來 然後你給他倒過來 就趕他在睡覺 好啦 然後 小人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將他給放進他的一個 架子上的部分 透明粉紅色的 呃 粉紅色透明件 嗯 氣血口還是有的 而且還蠻精美的 那這片的話呢 嗯 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啦 然後這個小人的話 放進去很簡單 他下面有一個卡扣點 放進去很簡單 可是拔出來也算是有挑戰性一點啦 所以 就這幾步示範他一個拔出的一個動作 你就稍微 摳開就行了 就 會比較消耗時間啦 裡面的話呢 是有一些這個 螢幕的一些貼紙 可是是有點暗 所以 看的不是很清楚就是了 好啦 那也不需要看太清楚就是了 那 因為他裡面 那個貼紙也很小 所以 嗯 也看的不是很清楚啦 OK 這邊的話呢 粉紅色的一些線條 跟刻畫 都是他的一個貼紙的部分 這個地方圓圈我特別喜歡 特別有 點綴到的一個效果啦 對 然後 最外面這邊是軟腳剪 所以摺起來是 摸起來是比較特別一點就是了 那摺進來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這個腳 會露到外面 可是你可以考慮 如果你真的要摺進來的話 可以把它這個 這個腳就手腳裡面去 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啦 可是如果你要把翅膀打開的話呢 就不建議各位把這個 腳板的話 收到前面去 因為會比較 激型一點 所以要是 如果把翅膀整個展開 就要收到後面去 翅膀的話呢 一處兩處三處 三處關節 可動的話 算是還不錯啦 就在他這個獸型狀態下 腳的話一樣 用球型關節 這裡可以轉動 這裡有一個關節 二核肌原本 肌線的形態下的二核肌也是可以轉動的 大概就是這樣吧 後面的話呢 這個尾巴是比較激型一點 可是他有做出來 用武器 算是有一個收納 然後當成尾巴已經算不錯了啦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 就是他一個小翅膀的一個部分 嘴巴的話呢 是可以張開的 裡面的牙齒 是非常非常的不錯看 不會割手 因為他這個整個頭都是軟腳件 銀色的塗裝 非常之不錯 上面這個紅點是貼紙 眼睛是黑色的一個塗裝 非常喜歡的一款玩具啦 推薦各位可以入手這款W2的Mindwipe 上面兩個動畫也是啦 可以讓你安插 考慮安插一些其他武器 可是我個人是認為說 那是非常非常之機型的 所以還是建議各位不要安插武器 就是一些外掛 不管是獸型的玩具 還是再具型的玩具 都不要就對了 除非他是武裝車啦 那我就沒話講 好啦 那今天的一個節目呢 就非常快速的 也沒有到多快速啦 那我們就今天的節目呢 讓各位下面結束的那些關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